今天回來的節目現場 我是阿光 關我什麼事 投資大小事 關我什麼事 理財新趨勢 在今天大盤真的上衝下襲 好刺激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指數 指數一開盤 曾經大漲超過130點 盤中也曾經大跌120點 上下震幅250點 那麼中場是下跌72點 收在19784成交量5201億 好我們來看盤面 為什麼會大震盪呢 跟00939有沒有關係呢 他是不是兇手呢 00939在今天掛牌第一天 竟然是紅翻黑 而且爆出77萬張的大量 所以等會我們要來投票 到底可不可以上車呢 另外NVIDIAGTC點名了 主要社會族群 鴻海在今天股價 創下了14年來的新高 再加上集團和投信集體作帳 所以升達神蹟 在今天雙雙公道漲停辦 要請到前基因操盤人溫堅勳 阿官好 大家好 資人分析師豐開平 阿官大家好 金文培育協會理事長林強昕 大家好 我們投資總監蔡明湘 大家好 邀請蔡明湘 阿官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00939第一天的掛牌 我們先來看盤中走勢 來我們來看到盤中走勢 00939在今天掛牌 第一天曾經衝高來到15.39 他掛牌的掛牌家是15.11 那麼一般如果投資人在他掛牌之前 就去認購的話那是15塊錢的認購價 那麼最高來到15.39之後往下一路走軟 在離收還之前往下翻黑收在15.03 我們要問的是那麼第一波沒有上車的 也就是第一站沒有上車沒有認購15塊的 那麼現在跌了 那麼很有可能明天還是會出現賣壓 能不能上車請舉牌 任務可以上車的請給圈 來請舉牌 我們來看 來一票差兩票差兩票差兩票在中間有一票圈 只有憲哥給圈為什麼 對那他覺得今天掛牌的一個鏡子是15.11 所以你沒有看到15塊 所以如果買15塊的一開盤就送 然後直接就拉到15.39 那結果在15.31 第十一點 十五點三零的那個地方 499的賣壓一共十四筆 整個共出來 十四筆啊 四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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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誰在賣 不知道 但是一定是大火 大火是什麼 賺帝的 賺帝的那個券商是不是在套利 對啊 賺帝的 賺帝的 你不要看我們沒有一趴 那是賺帝的我們一塊比較多 所以放下去也會死 秋冬現在就第一正子 另外我們今天大冬是熱的 所以明天你看鏡子 如果說他夜接近鏡子 折價的時候你就買 我覺得你分五次去買 只要他第一鏡子以下你就買 第一鏡子以下你就買 那鏡子以上 你就看一看 很多錢 這樣萬萬買 萬萬買 應該 要做長的 因為這不可能 那個早前正當黑 不是要煮飛哥 這要做比較長的 那憲哥那個四九九 四九九的兇手 你看是誰 有可能是自行商 有可能是國外的法人 那自行商他們就套利那麼一點點空間 你不能每天都賺 三百六十五天沒一天效果 來 建勳是給中間 中間為什麼 就身為在投信 待過的這個從業人員 必要跟大家再三的強調 這個基金一定是長期的投資 所以如果你沒有打算 這個零零九三九 你沒有打算報兩年以上 我就覺得不要買 因為最近 那如果是長線 是可以上車 如果長線你要包個一年兩年以上 我覺得可以上車 跌破性值也許 可以是一個好的點 但如果你是要短進短出 發現這個只是 這個好像買菜一樣 進去衝一下的 我就覺得不要買 所以我放中間 好他們應該是長線想要等著配息吧 對 如果是長線配息的話 那就是15塊以下 可以考慮看看 好 那進行既然你是 前基金操盤人 你是業內從業人員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揭秘一下 ETF到底怎麼買台股 好 ETF怎麼買台股 我來幫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解密一下好不好 好 因為最近很多人都在問說 這些基金到底什麼時候來 來的時候到底投進去了沒 如果我是還沒有買這個 譬如說939好了 我買了之後我到底什麼時候 可以享受他的獲利 那如果940我沒有買 我什麼時候可以搭著他的順風轎 對不對 大家關心的是這兩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正本清源 來稍微講解一下 報告一下這件事情 我們以939為例子來講好了 大家要記得三個日子好不好 一個是開幕日 一個成立日 一個上市日 開幕日 開幕日就是開始募集的日子 就是元大前幾天 有和尚出家人去說我要去開戶的那個日子 那個叫開幕日 對 那個叫開幕日 就是大家去填申購書 去開戶 就是今日業績明日業障 萬般待不走 我有業隨身的開幕日 今日業績明日業障啊 好 那個是業內的玩笑話 開幕日就是大家開始募集了錢 原來業界 我跟你講原來心理操盤人 看我們開戶是這種心情 其實業績明日業障 沒有啦 沒有啦 那只是說以前 以前有過這種悲劇 我們就是內心會記在心裡面 你們內心OS 來 內心OS 好 那這些開幕日 我們開戶的時候 錢是陸續要揮進去 揮進去之後 七天之後有個叫成立日 成立日就是00939 我跟今晚會報准成立 我拿到身份證了 就募集借滿的時候 對 借滿的時候就是3月8號 一個正式的成立日3月8號 懂啦 好 3月8號之後 到正式的上市 等核准可以買進嗎 就是大概七天 七天在法規上來講 3月8號就可以開始買了 3月8號就可以 他不是要等今晚會的核准函嗎 核准函是核准成立 核准成立就3月8號就成立了 成立之後就可以買了 成立之後就可以開始買 因為我手上已經有錢了 這中間我已經有錢了 那3月8號到他的上市日之間 就今天3月20號之間 他中間一定會建倉 對 法規上 法規上這大概有兩個禮拜時間 你可以建倉 兩個禮拜時間可以建倉 那我們來看 他怎麼建倉的 你會不會很好奇 他怎麼建倉 他怎麼買 好 我們看下一張CG 跟大家報告一下 他怎麼買呢 來 3月8號 他只要有他拿到身份證 他說我成立了 大家在這個APP上面 就可以查到他的净值 你看他净值15 3月8號的時候就多少 净值只有15塊 第二天也沒動 第三天也沒動 都沒買 第四天才想買一點 所以也就是說 我有兩個禮拜的時間可以買 但是我到了最後5天 我撐到了倒數5天 我才進去買 而且我撐到了最後一天 就我的瞭解 這個統一是到了最後一天 才買了最多的量 所以他的買法是 我有兩個禮拜時間可以買 那這個行情有什麼關係 就是說是不是行情的高低點 會影響到他進出的時間點 其實阿關講到 還是他們真的都會擠到最後才買 阿關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雖然他是被動型的ETF 但是我們也不要當攀 我們也不要被人家吃豆腐 吃得這麼嚴重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挑 大家要吃你豆腐 這也擺明的事情 但是你要想辦法 出其不意 大概迅雷不及銀耳的方式 所以你看00939 他是壓到了最後一天 甚至最後五天才密集的去買 那我們就問了 那00940的經濟人 大概會怎麼樣 00940會在4月以後掛牌嗎 對不對 我們回到上一張 你看940 好來我們看940 9403月11號開幕 那3月18號就成立了 對 所以他現在已經在買了 3月18號理論上法規上 他可以買了 但是他有買嗎 他沒有買 你看到下一張 你看到下一張 還沒進場 有圖有真相好不好 這個圓大投信的APP 這個3月18號禁止是10塊 3月19號還是10塊 所以到現在 他也可能會擠到最後幾天再買 他有可能擠到最後幾天 你就想想看 如果你是經濟人 大家都知道你要進場 大家都知道你有1700億要花 那就是那麼七八天你要買 你要怎麼買 你不要被他吃豆腐 你就可能選一兩天 出其不意 就攻略 睡內不及掩耳的 對 讓你想辦法跟也跟不到 只能這樣子的方法 所以你看939是這樣做 940目前看起來 好像也是 好像也是如此 那我們回到三張CG 那其實我要跟大家報告是說 其實你看 3月 現在還有一個野村 對 00944 我覺得大家現在開始要有點風險意識 為什麼 阿關你剛剛不是講說如果00939現在跌破 如果假設跌破了禁止怎麼辦 要不要買 我覺得可以稍微停看停一下 因為這個是我們他犧牲是巨嬰嗎 因為1700億元 那我要等00939號還是等00940號 其實我覺得整個party 已經差不多快要結束了 你知道嗎 這個錢的泡沫有點結束 你看今天有點撐不太住的味道 內資強強棍沒有錯 但是外資的也是不容小覷 這些賣壓你也要稍微想想一下 所以理論上來講 下個禮拜 這個1700億的錢 是要進場的 沒有錯 那進場完畢之後呢 And the land 後面是什麼 後面是野村的00944 他的開幕日是422 成立日是429 挂牌日是515 你就想想看 從4月份到整個4月份 都沒有大型 的ETF要進來 這就4月份要中間卡到了什麼 卡到了清明 所以我覺得4月份 要稍微小心這個變盤的風險 好 來 蔡總是給差對不對 對 我覺得 高息的ETF會是一個蛋塔效應 我剛才溫先生 提到了這個00944 你看00940買不到 但是00944 你看他的成分股 大概除了雅翔以外 你看秦光 麗城 蓮花科 蓮勇 長榮鋼 心象 漢堂 神姬 心浦 你有看似乘相見 跟939跟940大同小異 蛋塔好不好吃 好吃 第一家開蛋塔的 一定大賺錢 因為你第一個 建立那個賺錢的商業模式 但後面跟著的話 我告訴你 就蛋塔效應 一條街全部賣蛋塔 而且賣的味道都太像了 對 好 你看944的這個成分股 我跟你說 贏香倒在敗 贏香倒在敗 然後我們看一下 這裡有三部曲 因為ETF你說很厲害 全部加起來一兆 但是我剛才台股的市值是70兆 第一部曲的話 二月到三月市場要吃豆腐 所以成分股就飆了 第二部曲呢 就是這個禮拜開始 你要建倉了 你要掛牌了 外資跟ETF對座 現在就正在對座 我們要看到下一部曲 為什麼 你假如這些高型的ETF 都建倉完畢 我這樣講 買個五六十趴 你有1700億的00940 你大概買了差不多八九百億 1000億的時候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以後 因為大家同值性都很高 變成差異只有哪裡 你的成本比較低 我的成本高 那你當然先賣 會內訌 這個ETF當中會直接內訌 你殺我 我殺你 對不對 會呈現這樣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你仔細再看一下 這些就是新ETF的成本股 但是你看像漢唐三月 現在到三月二十 漲了四十一趴 群光漲三十八 星象三十四趴 反正超平均三十趴 三十趴的漲幅以後 指律率下降 所以指律是一個動態的觀念 我們觀眾就一直停留在宣傳的時候 七趴八趴 我告訴你漢唐最早的時候 指律一配二十一塊 最早的時候指律率七趴 快八趴 現在降到四點八趴 你看 群光也下降 二點七 星象的話三點一 然後歷程的話三點五 瑞宜還有五趴 那東洋三點三趴 你看像這個東洋降到三點三趴 今天其實已經殺下來 因為他已經不夠高息 他已經不是高息了 所以我告訴大家 接下來會怎麼樣 第三步企 你ETF沒有買 或者不是重點的股票 反正會長 我給證明給各位看 我們看下一張 西創的話 指律三點趴 高指律率的漏網之魚 今天漲到五六趴 我們看8016西創 今天創下波段的高點 對不對 他不是 他漏網之魚 但是我指律率 他不會成為互殺的目標 對對對 你講的重點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股票 像這個 今天聯氧也創下波段高點 那天翼雖然說指律三趴多 但是他是估值最低的 那個愛西設計 本益比只有十三倍 那這後 下面這一排的話 現在指律都超過五趴 包括字星 因為配到十四塊 創建的話 你看今天所有的記憶體 他漲最多 因為他有五點六趴 那輝姐的話 IPC今年成長性很強 他有五點一趴 所以下面這一排 還有五趴 現在五趴 但是你看這個月 只有漲五趴 只有漲十二趴 漲幅相對落後 好 開平你是舉 開平是舉中間 為什麼舉中間 就是我看法有綜合前面兩位 就是包括蔡總跟建勳兄所說的 我基於一個曾經在投信 當過研究員的一個角度來說 我講一些比較黑 你也是行愛的 向內人 我講一個比較黑暗面 剛才建勳兄把那個目擊 那個schedule 講得很詳細 那我講一個 每個人都要吃豆 每個人都要吃豆 你小心吃到豆干 因為每個人都會先卡位 那投信還有一種東西 投信有東西要代操 那會交銜給你代操的人 都不是小 都不是小人物 他一定會先知道 他卡位 都是大戶 已經先上車 也不會比一般產物 不管是建立部位 或是先卡位的人 還有投信 就是每次到那個meeterm 的時候 就是會有發bonus 大家怎麼發獎金 比基金的排名 那很簡單 我知道關你這個基金 有十檔 你要 你一定要買的 我先比你先買好 然後你開始上去的時候 高檔震盪的時候 我來先砍 我獲利先砍 我反而你就打下來了 那我反而是 不然的話你一直 我排名在你後面 我獎金拿不到 這是恐怖平衡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像 剛才蔡宏也講那個道理 你今天那個 你買那個ETF 跟那個持股 你現在配息 除以那個股價 股價股價 你越拉越高的時候 你哪有哪有高值率 現在去買的 對 現在都是大家都在想說 我要先卡位 吃豆腐 你小心吃到豆干 那個炸豆腐 要下去是會燙舌頭的 那你為什麼放中間 那你就跟他 對 我的意思說 急殺 就是如果說有殺得夠 比如說因為殺 就像剛剛說 比如說低於十五塊 越多的時候 也許會為了禁止 或者說又回到一個 比較合理的 這個殖利率的時候 可能會有反彈 好 來 那蔡新 剛剛我們談到 現在是投信和外資 正在對坐的 對坐期 沒錯 所以我們就要來觀察外資 外資會不會 針對這些ETF來殺 有沒有可能 他到貨給他們 會 因為他知道 他們要買 而且這個是 他拿錢等著接了 對 絕對會 而且是正在進行 所以這是不是今天大震盪的原因之一 對 而且今天是結算 那大家都講 我也是根據以前我在當這個金控的自營超盤人 我也超過盤 跟大家講 你一定會去看短線的熱點在哪裡 現在其實大家打開都根本不看外資買什麼 也不管美股漲或跌 就看什麼 就看投信買什麼 可是如果你再把眼光放遠一點 外資現在在幹嘛 外資是在減碼 那他為什麼減碼 因為他在跟美股在做貼盤的動作 所以第一張我先給大家看 好 美股 美股的部分 左邊這是本益比 台灣的本益比 現在不管 本益比就開始 黃色線是台灣的本益比再往上調 來 台灣是綠色這條線 本益比往上 然後藍色這條線是納斯達克100 黃色這條線是MSCI美國指數 對 也就是說美國的科技類股已經衝高之後 開始在做本益比的修正 那右邊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美超維 他也是 像是美超維的本益比 開始往下修正 所以現在外資現在在做什麼動作 他把一些高本益比的 把一些估值過高的開始調節 那內資他不做 內資就一直在買 所以第一個大家一定要了解 投信跟外資現在是在處於不同的方向 那投信他有沒有方向性 沒有 你給我錢我就買 可是外資有方向性的 那我給大家看兩張圖 左邊是什麼 外資的買超市越來越少 我們在航阿萊就在做操作 就兩個中文就說 假設外資是一買一賣 那還Safe 可是外資是現貨賣超 期貨又空單 那表示說外資認為後面的行情 應該什麼 應該不容易往上 所以大家看到左邊 他現在是在期貨不空單 對 期貨不空單 然後現貨 右邊是期貨 左邊是現貨 現貨是越買越少 越買越少 他不買嘛 現在都是投信在買了嘛 越買越少嘛 那右邊是期貨放空單嘛 那這也是今天去壓低結算 可是今天壓低結算 有沒有破底 沒有 表示說這個區間相形中 外資還是持續的在做什麼 在做放空的動作 但是我要稍微提醒觀眾朋友 因為這是近二十天的累計 這是累計買包 所以你會看到說 外資這幾天不是有大賣嗎 但是我們做的是累計數字 對 是累計數字 這累計數字 目前仍然是正的了 但是他已經越來越少 代表這中間 確實有一些大賣超 對 然後他是賣 就是把這個賣的扣掉 所以他是買的越來越少 這不是他的買賣超 對 所以這時候我認為呢 你在選股的方向操作的邏輯 跟大家講的一樣就是 如果你要吃豆腐 你真的要看清楚 我覺得這張圖 你剛剛是給插 我給插 上面是這個法人在調節的 譬如說像大高價股的普瑞 前幾天我們講的技嘉 這些都是什麼 外資跟投信基本上都是在調節 可是我今天舉一檔大連大 大連大他也是00939 他持有的類股 可是公布出來 投信已經買5%了 意思就是說投信買的差不多了 然後外資開始到貨 你看現在就沒有創高 這種股票就要特別小心 我們就不要碰 不要碰 不要碰 投信的力道已經差不多了 那外資開始到貨 那下面這三個是投信剛剛買 對 我覺得你要買剛剛買的 比如說光寶科 我們這兩天提到 包含你說的這個 光寶科在做電源供應器 第一檔開始拉起來 那他的這個殖利率相對還不錯 那本益比較低 宏記也是投信買 右邊的南電 同樣的是00939的成分股 可是00939才買0.7% 他還有很大的空間 所以投信剛開始買 由低檔往上 所以我認為這裡要找什麼 低基期投信剛買超 然後避開外資賣超的 這個時候比較安全 好 還是要回來看GTC大會了 到底GTC大會 這一次黃仁勳又爆了什麼名牌呢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鴻海創下14年新高 大家說鴻海就是黃仁勳的金手指 一點之後就點時成金了 蔡總 這個黃仁勳 啟喜揮答要當AI的台積電 AI的台積電 他剛發表的是Blackware的這個架構 有三個等級的算力的這個晶片 V100 V200 GV200 尤其GV200的話 他是用了八顆的這個HBM31 就高頻寬的記憶體 結合用台積電的這個強化的 4nm的製程 那像黃仁勳說 有 我不是單純在那賣那個晶片 我要賣整個服務 為什麼 客戶啊 你來用我揮答的產品 但是我幫你用你的數據 客戶的數據 客戶的需求 我把你客製化深層式的AI 這個不就台積電 像台積電取經嗎 台積電就不管你做什麼東西 通通晶片都交給他來代工 意思是這樣 這樣的話 他說回答 第一個我有AI的技術 我有專業的知識 有專業知識的話 才可以繼續的成長 基礎的設施 所以他現在以後建立一個平台 等於做AI的代工 然後代工當中 他具體的做法 我們來看一下 他怎麼樣的一個商業模式 第一個 他是AI的微服務 叫Amenia NIME 那這個NIME是什麼 你用我揮答的GPU 但是你客戶自己AI去run 去跑 應用的程式 所以他賣晶片給你 但是你跑程式 再過來 你客戶可能已經自己有建立AI的模型 你這AI的模型晶片可能是跟輝達買 也許是跟AMD買 不一定 但是你這個AI的模型要加快你的信念 用我的Cuda C-U-D-A 就是AI的架構 你用我Cuda 來信念你的模型 連這個錢都要賺 什麼錢通通賺 賺到 我看到 做其他的 現在不是只賺硬體的錢 他連軟體的錢都要賺 對 再過來 你看他宣布輝達跟台積電 新思科技 新思科技就是在IC設計的軟體 他們用一個圍影的平台 那圍影就是晶圓在製造過程當中 他是這樣圍影光科技 圍影下去 然後他用反推的 我需要什麼樣的光照的圖案 然後去生產這個晶片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晶圓製造的過程裡面 最需要算力的 這樣算來算去的 最需要的就是在圍影這個過程 所以他用這個技術了以後 讓台積電說 我很快 我比競爭對手的三星 我更早達到兩奈米 甚至1奈米的製程 那麼這裡面厲害的NVIDIA 據說已經讓AMD變成路人家了 真的有可能AMD 就被遠遠甩在後頭 看不到NVIDIA的車尾燈嗎 這兩個交一天 也就GTC召開兩天 你注意看一下AMD 舒之鋒的股票 每天都跌5% 每天都跌5% 包括昨天跌了4.8% 你再看一下K線 原來GTC大會最大的受害者 就是AMD 你看這兩天 甚至已經有回檔坐了頭 為什麼 因為舒之鋒 他要強奉這個回答是 MI300系列的晶片 我們講過嘛 很強很強的 那這個MI300最厲害就是推理 推理 推理 就是這個邏輯推理這個部分 但是 黃昇鑫剛宣布的這個V200 他的推力是比前一代增加了35倍 所以路行之就講說 哇 這個BlackWare B200 賣得很好的話 AMD Intel這些對手 通通變路人甲 對 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 最大的受害者就出現了 但是AMD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在外面看 也許搞不清楚 他內部人 你知道過去12個月 大賣股票 而且是零買回 零買回就是說 沒有任何一個內部的經理人買 但是沒有自己人買 對 過去一年賣了 1600萬美元的股票 還有一個美超委 這個AI伺服器的 也是GTC大會 棒棒 我們看一下SMCI 美超委就兩件後的公司的話 你看昨天的跌幅是逼近了9% 股價也是這兩天大跌 為什麼 因為他一年漲12倍之後 高檔欠錢 為什麼 他現金正資 發行200萬股 那聽說這個承銷商 他只有一個承銷商高盛 高盛說 你已經漲了十幾倍以後 你要去獻證 你要跟股東拉錢 人家不認 所以現在聽說認購的情況 並不踴躍 從高點 他已經跌掉了25% 好 所以GTC大會有沒有可能 讓NVIDIA確立 他在AI這個領域是一個人的武林 也就是大家都看他獨武 那麼回來看 那麼講到的受害 當然要講受惠 台灣供應鏈 一定有很多受惠廠商 這其中大家最關注的是鴻海 對 當然是鴻海 但是唯妙GTC召開了以後 其實以AI伺服器的話 不是鴻海最受惠 應該是廣達跟偽創 拿到最多的比創 兩檔今天都跌 對 尤其偽創 偽創就是要現金增資 這個也會讓大家有一些疑慮 所以跑到2317 前幾天 鴻海 買盤跑到了鴻海 變成怎麼樣 是補漲的 AI供應鏈當中 比較沒有漲到的 鴻海過去一年沒有漲 現在有漲到了 但是我認為可能壓力點開始出現 140到150配5塊4的話 直立大概只有3.6% 慢慢可能開始壓力 這幾天跑到哪裡 4938的合作 昨天漲停 4938 合作也打入 上線好長 對 因為今天另外一個 神打 神打也是站一點邊 也比較沒有 我們看一下 神打的股價 也是沒有漲到 出現了今天大漲 所以補漲 經濟期的補漲股 補漲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散熱的部分的話 建設是千金 一度一千塊 今天是大跌 雙紅還在撐 但是沒漲到的是光寶科 電源供應的 2301的光寶科 在前一波當中 幾乎都不動 現在補漲 結論 集體式大會 讓台灣供應鏈 是補漲的抬頭 所以我下一個結論 可能這個題材 可能接近尾聲了 好 這個題材 真的有可能接近尾聲嗎 那麼手上沒有AI很焦慮 但手上要買什麼AI股 也很焦慮 因為現在選股的難度 越來越高了 所以我們請問一下 開評 是 不買AI很焦慮嗎 因為大家都說AI是主流 但問題是到底要買什麼呢 很多都漲很多啦 大家去想想看 這個題材從去年黃人軍 五月到現在快一年了 是 明明像剛剛蔡總所說 明明是廣達跟偽刷 應該是很受惠 可是這一年來 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層層套 大家懂我意思嗎 是 那個叫什麼 絲老兵疲 這個 比如說 這個部隊拉太久了 對 部位太長了 為什麼 今天有些什麼 沾到邊的神達 他AI比撞 一上去對不對 合作 昨天掌領板 今天也能夠衝 不過今天他因為是衝 歷史新高水 才會流上影線 所以說 黃海為什麼最近能夠那麼強 也就是補長的概念 那有沒有補長 又能夠兼具到 比較新一點 大家之前所忽略到 昨天其實黃人軍 最好玩的畫面 就是昨天我們節目 也有提到 就是機器人三一種牌 對 好可愛 好可愛 還有一隻像那個 不知道是狗還是鵝 還是鴨 有沒有 還會晃來晃去 要餵他時間 那個叫什麼 大家都忘記了 那不叫人軍 他其實他昨天是 有個重點 大家有沒有喜歡 仿真 對 他可以仿人類 可以仿動物 他是用仿真 那今天其實盤面上 你不要說AI沒有強勢股票 你看今天是什麼 廣民漲停板 索羅門漲停板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我在講機器人 應該還有一點資格 因為有大學院工業工程 我們有一堂課叫做機器人 不過坦白講 我們那時候機器人很累 寫程式寫了半天 要走一個N字型 就寫程式要寫了好多 現在不用 廣民那個所謂的邪作型 就是說比如說 我把他拉過來 比如說我把這個手 我把機器人拉這個 放手以後 他自己會學習 對 他就會有學習功能 可是那只適合小型的 你今天要大型的 又能夠 現在黃文勳以後 AI晶片很厲害 你只要拿寫麥克風 左三步右三步 他就照走了 對 很厲害 我們寫程式要白學 我們寫程式寫了累的鑰匙 好 我跟大家講 大家今天想到 廣民一定是跟廣達 一定是跟所謂的NVIDIA 所以他今天 早點展覽 大家知道說 索羅門也想聽買 可是我跟大家講 索羅門他不是做機器人 昨天其實大家沒有注意 他那個影片下面有那個小的icon 有一個icon是索羅門 有幾個那個機器人的品牌 可是索羅門他沒有做機器人 他是做什麼 做機器人上面那個辨識模組 辨識模組 所以說今天很多人都 反正不管 那個他是大家都知道 索羅門機器人 就一擁而上 辨識模組又是機器人的眼睛 對 說得很好 說得很好 對 那今天辛漢 其實我跟大家講 那今天和索是因為他說 終於搭上車 可是辛漢 我等一下有一個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等一下爆一個東西給大家看 合作這個集團很重要 然後今天辛漢長得是有道理 很多人說 報紙上說他有去參加GTC大會 所以他長不是這樣子而已 因為廣民的那個大腦 他的工業電腦 那個電控制器 是辛漢做的 辛漢這家公司很厲害 他在中國大陸機器人的底子 是他打出來 可是後來他的公司 被大陸就是把他炒掉了 然後他每一中看 他就班師回台灣 這是一家很好的公司 我每年機器人展都有去看 他很厲害 他有那個辨識學習 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電影叫做鋼鐵擂台 一對父子在那邊打拳 那個機器人就跟著你在動有沒有 我很多年前我在辛漢現場 我就看過他做一個小小 類似這樣的 我做這個動作去抓東西 那個機器人跟著我這樣去抓 所以他是他的大腦 他應該要展 法案是因為紅海的關係 可是各位覺得 我今天怎麼找兩檔有流上引線的股票 我立刻在這邊幹嘛 各位又有所不知了 今天講的機器人不是一般的機器人 叫做人型機器人對不對 好我們看下面 對我們看下面一個 人型機器人 這是個畫面 對好可愛 好可愛 這還會動來動去 就是他除了訪人之後 還會訪這個不知道是小鴨還是什麼 機器人有三個關鍵 我告訴各位 做外殼這沒什麼東西 做金屬充壓就可以 那個做關鍵的零件 像這個步驚馬達 跟那個減速馬達 這我不多談 這個日本也做得很好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 另外兩個東西 腦就是我說的控制器 就是控制器 就像我剛剛說的心看 另外一個就是 對眼睛就是鎖羅門 就是AI光學 那我為什麼挑剛剛那兩檔 我們看下面一張 重點來了 各位很多人都沒有看過這張圖表 這張圖是2019年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看他做什麼動作 他就在有沒有 而且學下什麼動作 各位是誰 大家不認識嗎 童子賢 童子賢 他們自己有一個AI的仿真機器人 叫做Aria 這個Aria 艾莉亞還是什麼 就是他這個東西 兩個在動的時候 他就這個機器人 會跟著他動 會學習 對 然後他是有人型的 而且他會在這邊 會去抓蘋果 會抓什麼去做動作 他不是只有一個 單是一個守備 各位可能不知道 這是我幫他挖出來的 這是2019年這個是 所以核社座機器人 其實做得蠻早的 對 如果說今天核社 除了AI伺服器之外 如果他今天這個蜂巢 AI機器人 你認為以他跟這個 NVIDIA的合作架構 再加上他現在 台灣第一個做到仿真 其實有個什麼鄰群 那個AIDA 他只是一個殼 一個輪子在路 一個平板掛在胸前 那個不算 真正人型機器人仿真 也不是紅 也不是那個什麼 那個紅海做那個 有沒有 那個也是一個死的殼 只是輪子一來一去 他可以跟你對談 對不對 這個才是真正仿真機器人 好 可是因為當時可能取高核管 現在他的時代來臨了 尤其他又被清點為 這個所謂的NVIDIA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合作夥伴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要看誰呢 當然我不會叫你去看 什麼金屬外殼的 那他的腦 可能因為他們本身 他有一百個團隊 可是既然他跟NVIDIA合作 他可能用的就是NVIDIA的晶片 所以那個腦可能也用不到 他們自己要用 以前他們是自己開發出來 他現在也是用NVIDIA 又更快更好 對不對 眼鏡要用誰 這個就是重點 來我們看下面一張 這家公司叫做佳能 當年童子嫻為什麼離開華碩 因為童子嫻比較創新型的 他認為說他要突破 所以他就跟華碩分家 他分家的時候 把幾家華碩 其他公司有帶出來 一家就是合作 那合作以前大家都以為他是做 佳能 以為大家都以為是做數位相機 不是 他早就轉型了 他現在是做什麼 AI光學 我跟各位講 他在這個2017年還是2022 就是他推出那個期限 前一兩年的時候 他跟以色列有一家公司 你看這個名字很好玩 Human eyes 人類的眼睛 Human eyes 合作開發 AI視覺 再上AR 然後他的旗下 他是唯一一家 他是做光學系統 然後他又本身又有一個 所謂的一個光 這個鏡片的 一個魔照鏡片的廠商 也是投資 他去年 他在這幾年 你看美國高速公路 那個所謂辨識系統 因為美國很怕 中國的辨識系統 美國高速公路辨識系統 用他的 然後墨西哥的智慧城市 最近好像這兩天 也有一個智慧城市 也是用他的 你看這是型態 漂不漂亮 一個周線 一個很對稱的 工整的一個理型打出來 對 突破了 今天算即便是有震盪 你來比一比 你看有些光學概念股 你看他今天 他又有合作的色彩 你說將來合作 會不會是 比如說肥水不落外人鐵 其實光學概念股 去年都賠錢 對啊 你看賠成這樣子 現在股價都還撐在 什麼撐在賠三塊的 撐在60塊 賠兩塊的 撐在60塊 賠一點點的也撐在26塊 為什麼賺0.96元的家人 還在這個地方呢 所以說剛剛那張圖 我看報紙上都沒有人在 都沒有人在回想起來 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風子嫌 當年他這個機器人 人形機器人 我覺得當年是因為 取高核掛 比較成本比較高 他的時代來了 好 不過說到AI 如果在這一股AI浪潮缺席 就可能在整個產業界缺席 所以過去大家認為 蘋果的AI發展相對落後 他現在要激起直追 扭時說蘋果計畫攜手 Google要來做iPhone AI 現在進程 看起來這兩大巨破核手 應該有機會加速進程 對 所以說 傳統講 打不過你就加入你 或是把你納入旗下 所以變成是 這個重磅的新聞 就是現在iPhone有可能加入 Google的Gemini 這個就讓大家炸鍋說 你蘋果不是自己在研發嗎 他們以前都自己研發 他自己研發 有沒有研發 有 但是現在怎麼樣 爆出來的新聞是說 很有可能在iPhone 16 Pro 就九月的時候發表的時候 裡面iPhone 16 Pro 就內建Gemini iPhone有可能加入Google的Gemini 這個就讓大家炸鍋說 你蘋果不是自己在研發嗎 他們以前都自己研發 他要自己研發 有沒有研發 有 但是現在怎麼樣 爆出來的新聞是說 很有可能在iPhone 16 Pro 就九月的時候發表的時候 裡面iPhone 16 Pro 就內建Gemini 意思就是說 那個Gemini的iPhone 就會什麼 就會在iPhone裡面 可是Google是Enjoy系統 他們是天敵 對 所以說 這叫什麼 不會有永遠的敵人 只有利益的問題 所以蘋果 這等於是反過來 蘋果遞出來感染之 所以你看這條新聞就說 說實話 Google它是Android系統 蘋果是iOS系統 這兩個平台系統 當然是不相容 可是裡面的應用程式端 基本上很多都是怎麼樣 雙系統都有的 這個時候 既然蘋果要這樣做 表示說實話 蘋果急了 為什麼 因為三星有 OPPO有 Google的手機有 通通都有 就它沒有 我先說它是走在最前面 為什麼 因為它有Siri 可是Siri 照理說又吹出Siri的二代 或是AI Siri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進程可能比較慢 看GDP 還有Google的Germine都跑到前面 這時候反過來好了 我跟你合作 然後怎麼樣 讓你的Germine 放在我的蘋果裡面 我認為這是蘋果 基本上它必須要折衷的部分 對於所謂的蘋果來說 它不是沒有好處 捐捐捐你知道 過去蘋果跟所謂的Google 也有合作過 在什麼地方 在地圖上 所以當時地圖跟搜尋 一開始的地圖 因為蘋果是後面 才自己建地圖 本來的地圖 跟它的搜尋列 都是什麼 讓Google內建在裡面 聽起來有什麼好處 它就跟Google收費 光一年可以收到180億美金 意思就是說 如果Germine讓它掛 不好意思 我也是要跟什麼 我也是要跟Google來收錢 所以對於蘋果來說 不然這樣好了 不然貴也好 我竟然放你的Germine 然後怎麼樣 我跟你收所謂的使用費 跟授權費 那這樣的方式 基本上就繞過去 好 蘋果是不是巨人也低頭 因為他最近真的是追爆了 除了他的業績 特別是在中國大陸業績 不如預期之外 他在歐盟又接到了巨額罰單 那麼現在據說又要花錢 跟集體訴訟的訴訟人和解 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 來 因為執行長庫克的一句話 蘋果要付出高達4.9億美元的訴訟和解費 怎麼回事 對 這個其實我覺得 對美國的投資人來說 真的非常有保障 為什麼 只要你執行長或是財務長或是CEO 你在電話會議 他們都會有公開電話會議 就像法說會一樣 你裡面敢亂說 而且有證據的話 讓投資人賠錢 搞 他也不是亂說 他應該就是說自己未來前景很好 但他沒有說不好的那個部分 他是挑著說 他對於好的部分講了 但是中國業績下滑這件事他沒講 那沒講之後 現在投資人就說 你怎麼只挑好的說沒挑壞的說 就來告他 告他他就賠了 來賠4.9億美元 對 所以這件事就是這樣 2018年的11月1號公開會議裡面 就像剛才娟姐講的 基本上投資人就問 你這些新興市場 包括土耳其 營收都下滑 那中國會不會影響 庫克在裡面回到 中國我認為很好 不受影響 我想就是這種話 因為這東西都是公開的文章 他有講中國不受影響 他也沒有說很好 他也講不受影響 他也講不受影響 然後結果為什麼被發現呢 因為在2019年的財務預測 年錯的財務預測就下調 那下調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中國的營收不如預期 可是我們台灣來 憲哥 我們台灣上市公司很多老闆 開了法書會或開了記者會 或者財報話說得很好說得很滿 隔天馬上調將財測也不是沒有 很多啊 以前旺宏不是有過這種嗎 旺宏那是很早很早 我為了這樣想要他照顧 對我來記憶 所以才沒理由 因為我很多工廠在嚇我 財報暗藏玄機 某某某 冥兵球嗎 心懷不軌 跟疫苗出來就死了 他也要跟你照顧 他說要跟我照顧 但是他那時候確實說得很好 說得很滿 結果調降財測 沒有 那時候謝金合營的雜誌 12月賺35多 三月31 說怎麼變了錢 是會計師調的 不是我公司調的 這什麼死骨頭都會啦 最近也有一間公司出來說 他接著大頂端未來兩年 六個月就頂端要進來 沒贏 股票現在最多六五 我跟你說那正常的 因為 臺灣 黑白說話 老闆很多 沒有啦 買火水火香 不會覺得說會紅 如果沒有說好人家的死人 老闆出來就一定要說好話 就不敢說拍話 他們說好話 是後來調降財測或者 我們臺灣不用賠 我們臺灣不用賠 美國要賠 可是美國它是真的是賠給投資人 因為反正就是判 蘋果要賠四點九億 賠給這段期間 他也是很有趣喔 不是你隨便喔 就從十二月應該說2018年的11月1號 到2019的年初 這一段期間庫克講錯話的時間 如果你要賠錢可以賠償 所以就賠了四點九 好我們來看一下 Apple乾淨股當到底會不會漲呢 雖是這麼多 但人家現在拚AI了對不對 他開始會有眼鏡啊 什麼很多的AI新產品出來 有沒有機會漲 其實蘋果被揭露出來說 接下來他的AI光學眼鏡 還有這個折疊品 今年都不會上市 但是可能在明後年會上市 所以這樣一被揭露出來之後 今天這種光學的概念 就開始往上拉 所以包含 因為他那個眼鏡對不對 AI眼鏡 所以玉金光大力光跟系格 這光學原件相關的 我建議啦 現在都要注意這種低基期 盤啊盤的 如果有消息出來就拉上去 那這裡呢 相對還沒有拉的就是大力光 那這是營收 這不是月增 抱歉這是年增31% 所以我這覺得上面都一盤 所以這是YOY 可以注意大力光 那下面是消費 那系格也是YOY還是 這也是YOY 那這是這個影像元件 那下面是消費電子 消費電子裡面呢 其實這一波 經濟他有供給這個 組織印元件給Apple 這一波是誰買上去的 其實是00939 所以這種買很多的 我覺得你就不一定要追 可是美率跟增頂 我認為他的本益比比較低 我們現在還是一樣的概念 本益比不要高啦 本益比低一點 像本益比19倍 那右邊的增頂 PCB版今天拉上去了 雖然創短線性高 可是他本益比才16倍 所以我認為現在蘋果的概念股呢 因為蘋果今年沒有太大的新品 所以就是區間操作 找低基期的 本益比低的 然後有消息面出來 他就容易拉 那作為短線操作 好 我們給我插播一下 現在三大法蘭的數字 已經出來了 那麼外資大賣超269億 投信買超159億 那麼就如蔡總所說的 現在正是對座期 對 但是今天自營商 也加入那個恐慌 也賣了98億 自營商也賣 他就是憲哥說的嘛 對啊 他們可能鎖住套利 大家也是會繞跑 所以明天凌晨 聯準會的立地決策就很重要 假如說美國股市下來的話 那明天會合照要注意一下 好 我們再回來談 這個時候的核復甦 是不是在全世界風起雲湧 蓋茲罕要建新世代核電廠 計畫六月起在美國蓋第一座 而且全球最大的核電廠 要在日本東京重啟 應該說在日本重啟 那麼東京跌離股價大漲13% 所以憲哥 現在全世界台灣 台灣現在是不要核能廠 但全世界現在核能廠 正在大復甦 對 連比亞蓋茲都看到這個商機了 他自己輕創的 太拉能源 他已經公佈了 我六月開始要建什麼 新世代的核電廠 那這個新世代核電廠是什麼 是什麼呢 他的成本是 一半一半 比現在少一半 因為他用鈉來取代水 去做他的冷卻系統 現在已經募了十億美金 而且美國政府這一次也說 不錯 你這個概念很好 因為你這樣我們才能夠跟中國 跟俄羅斯 他們兩個的一個低價的核電廠來競爭 所以美國政府有可能補助他二十億的美金 當然對美國來講 他現在能夠拿出來的 也就是這個太拉能源 因為第一個 美國以前都沒有 第一 太拉能源他自帶裁員 因為比亞蓋茲那麼好 他就不用跟美國政府拖錢 而且他關抗木材也不少 第二 現在有辦法跟中國跟蘇聯邊 就只有這間而已 都來我們就說了日本 那日本我們知道從二零一七年 因為這個核廢水的關係 他就關了全世界最大的一個核電廠 那核電廠在東京的北方 兩百五十公里的地方 叫做薄崎益嶼 那薄崎益嶼有七座的反應爐 因為現在他說要重啟 不得了了 他的公司東京電力 馬上就漲了十三趴 而且創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一年以來的新高價 因為很簡單 我成本cost down 我不用再去買高價的石油 買高價的瓦斯 去買高價的煤 而且又好聽 因為乾淨的能源 現在核能已經被核准 為綠色能源了 尤其是新的一個核能 已經百分之百是新的一個 乾淨的能源 那在這樣的話 安田文英雄說 好 我們日本政府二零三零年之前 我們有開始要建新世代的核能廠 當然這一次來講 美國也在去年 他集合了二十個國家說 我們都來蓋新世代的能源廠 那我們希望在二零五零年之前 二零五零年 我們的核能的供電量 能夠增加三倍 三百趴 那這三百趴希望二零五零年 能夠整個減碳 不是減碳 零碳 能夠達到零碳的一個程度 好 所以我們回來講 那麼現在全球都在風起援湧的核復興 這裡頭當然中國不可能缺席 過去中國是向全世界輸出高鐵 現在中國向全世界輸出核電廠 對 那這一次中國到底它有多大 因為英國它有一個核電廠 如果現在中國不投資的話 它四百六十億的英鎊 它會變成爛尾樓 那這個核電廠叫做 新克利角西核電廠 它是由華國電力公司 跟中國的電力公司合作去興建的 那現在華國電力公司說 我通通都漲價了 沒辦法 我現在要延到二零二九年 才能夠完工 而且我的整個施作的一個建設的成本 要拉高到四百六十億英鎊 那這個核電廠叫做 新克利角西核電廠 它是由華國電力公司 跟中國的電力公司合作去興建的 那現在華國電力公司說 我通通都漲價了 沒辦法 我現在要延到二零二九年才能夠完工 而且我的這個整個施作的一個建設的成本 要拉高到四百六十億英鎊 那中國的一個投資者都不要 你現在只要拉高了 我不承認 那如果中國退出的話 你死了 就變亂尾樓 所以中國其實現在在全世界 就像阿關講的 它跟俄羅斯兩個強強合作以後 它變成舉足輕重 我們來看在全世界二零一七年以來 全世界一共建了三十一座的一個核電廠 這核電廠裡面有十七座 俄羅斯設計的 有十座是中國設計的 兩個加起來二十七座 對啊 差四座誰做了 應該是美國吧 不知道還有誰 全世界只有他 那我們回來講 因為做核電廠又很重要 所以據說現在在搶右啊 是 現在很簡單 他這個延燒到右 那右你知道從這個2021年到這個去年 就漲了一百一十七趴 從每公斤四十八點八五美金 漲到一百零六 那今年稍微有降到九十一 不過跟2022年來比 還是漲了九十趴 那另外的話還有更嚴重的 在泥日的地方 你知道右礦 右礦還要再提煉 從零點八美元漲到兩百零點八歐元 漲到兩百歐元 漲兩百五十倍 現在大家都要搶右 你沒有右 你什麼都不用跟我講了 對不對 那全世界目前來講 對歐盟右的一個產量 最大的是泥日 我們知道泥日他去年的7月 是出現了這個軍事的政變 那泥日的軍事政變最主要的訴求 有什麼 華國勢力退出泥日 因為泥日是以前華國 他所謂的殖民地 那泥日我們剛剛講過 他的右礦最主要 他其實佔歐洲的 2023年佔他的一個 歐洲供應量的百分之二十五點八四 將近四分之一 不得了啊 所以說歐洲叫他丟掉了